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绝佳的机会变成了对手的球门球 这是在锈脚把呀 可惜了啊 这脚凌空没有打进啊 凌空射门是很考验技巧的 其实这次已经很接近进球了 可不是吗 双方拼枪很激烈 球没有控制住 出了边线 弗里达 马努姆 弗里萨 英格里德恩根 古罗赖腾 射门 射门角度不好 被封堵了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去中的队友啊 带球奔向球门 这次进攻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对手破坏掉了 古罗赖腾 能把握住吗 真是相当高质量的扑就啊 空中的姿态极其舒展 这次想打个战术 马伦米尔德 看球了 动作有点大呀 哦 在进去内还是应该更谨慎一些啊 没错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成功的找到了对方的防守功能 及时突破 太厉害了 这球有了 这个球可就不能苛责门将了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能看到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降串会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降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古罗赖腾 赫格贝里 好球 扑得漂亮 根本没时间让他做反应 他的本能这个时候起了作用 球传向了禁区中央 防守队员先把球解围出去 但处理的不太理想 对手还有机会 对方的这次进攻机会 就到此为止了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他的经验啊 非常的丰富 阅读比赛能力也很强 古罗赖腾 他总是想要找到最好的机会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这段时间一直是只开花不结果 机会 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 角球给到了禁区中间 软绵绵的一击投球攻门啊 这对门将是问题吗 还不是绝对的安全 网霜 带球来到了进攻三区 好位置啊 球迷都在大喊 打门啊 球没进 门将把他从没开二度的没梦中叫醒了 希望还有机会啊 角球开到禁区里 虽然做出了解围 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 危机依然还在 起脚也射 机会其实还可以啊 可惜没进 踢球啊 其实有时候就得像他们一样 不断地寻找机会 创造机会 这次队友的支援很及时 才说到啊 这次进攻打得漂亮 他们就把球丢了 禁不起表扬啊 古罗拉一腾 爱达赫格贝格 这门路线上 还有个方式队员 在前场抢断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他又一次挡住了射门 编才的棋子举起来了 这是个阅位 禁区跑位法的第一条 不要阅位 吴海燕 王珊珊 比赛双方暂时陷入了僵持 进攻方不及突破 防守方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皮球出了底线 球门球 艾米利哈维 传给了姆耶尔德 杀到前场 古罗拉一腾 直接打门了 双妹子 王上拿球 这样的传球可以多来几次啊 王珊珊 我都没看出来这是个阅位啊 还是这个边才业务能力强啊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压迫做得不错啊 把球拿了回来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试休息 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 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 双妹子 王上拿球 明显的机会 精彩的扑球 小球开向了禁区 考验不到门将啊 力量十足的远射 可惜就是方向没找准啊 如果都是这种质量的远射啊 哎呀 那就不值得鼓励了 把球权弄丢了 特格贝格 球传得漂亮 出门有难啊 球进了 单刀破门 防线如此不堪一击 而这个 他的表现只能用完美来形容啊 这是精彩的个人表演 完美的终结 比分被扳平成了 一比 和李萨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 寻找机会 在禁区内 马上用铲球破坏掉对方的进攻 球被铲出戒了 对方来抛戒外球 替补要上场了 唐佳丽 考验他们进攻端发挥的时候到了 机会打门 球被横连弹了回来 简维拉非常稳 对方门将真是惊出一身冷汗 对方的教练 也是在看到皮球被门框弹出之后兴奋不已 这样双方的交桌局面 还是没有能够被打破 对手真是没有好日子过 这个球传到近距离里被对方抢到了 但他们趁着对方没有及时解围的机会 立刻组织反抢 唐佳丽 这脚传球很有威胁 球进了 他们再一次取得了领先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整个由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防线被突破了 古罗赖腾 漂亮的拦截挡住了这脚传中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分钟 他这球能进吗 这球又进了 双方胶着了半天 但他们突然发力 连下两成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干净的划铲抢到了球权 唐佳丽 唐佳丽 漂亮 他们领先三个球了 今天状态也太好了 看下回吧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七角时机以后 将球打击 双方分叉已经拉得很开了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真功带球突破防守队员 太棒了 是的 他又进球了 一点也不意外 以为在这之前他已经进两个球了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这一脚跳传很棒啊 尺度拿捏的啊 非常不错 文家把球拿到 没有受到什么挑战 这脚打门的质量确实不高 的确 还有15分钟 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补食阶段 距离很近了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双方比分6比1 主持人现在是在利用进攻有力的规则 没有吹停比赛 赫格贝格在接应 多好的机会啊 可惜越位了 传球队员可能眼花了 看错人了 爱达赫格贝格 这机会能把握住吗 一次精彩的扑救 开出的脚球飞向了进区 算是一次不错的防守 让你就算抢到点 也不能舒服的攻门 张鑫 王珊珊 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 对手的这次进攻 止步于她的这一脚铲球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对手犯规了 裁判给了任一球 这可能是裁判掏牌之前 最后的警告了 是的 这次警告 也为整支球队敲响了警钟 守门员阻止了这球啊 唐嘉丽 不然成功了 球迷们是真希望他们直接打门啊 可惜啊 力量十足的射门稍微偏了一点点 非常漂亮的 堵枪呀 不等皮球落地直接打门 截二连三的防守 绝妙的处理啊 挪威姑娘们没能控制住皮球 裁判是以接外球 弗里达 马努姆 阿玛丽 埃克兰 艾玛丽 哈维 比赛结束了